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款 是最近休旅車裡面的其中之一最熱門的車款 這台是五代的CRV的 這款的引擎跟底盤 跟四代的話算是一個革命性的大改款 譬如說引擎動力的部分 已經變成是地球夢的1.5升的渦輪引擎 那底盤的話前懸吊跟後懸吊 已經做一個不同世代的一個大改款 所以改的方式還有改的地方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後方改成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之後 車室裡面的空間自然就增大了許多 那今天要改裝的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第二個是因為車主想要的車高 降低的幅度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還有加裝了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為什麼要加裝仰角調整器 因為後方的懸吊系統 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輪胎在車高降低之後 它輪胎的角度就會變得比較爬 一般我們說的Camper的角度 它會變得幅度比較多 那就有可能會磨耗輪胎的內側 所以藉由仰角調整器的改裝 讓它後輪的Camper角度變得比較正 就比較不會磁態 那這款車 原廠的車高 後方的話大概是六指幅上下 那如果經理的建議是建議 降低大概到三指幅以下的話 就建議要加裝仰角調整器 那如果降低的幅度只有一點點 可是用車的頻率相當高的話 那其實改裝仰角調整器的費用 也能從輪胎日後節省的里程數 來把這個費用把它彌補起來 所以這個是還蠻划算的一個改裝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從原廠避震器來介紹 這個是前面原廠的避震器 像是二代 三代 四代的CRB 它的前面仰角算是一個比較傳統 日系車的改法 它旁邊有兩顆螺絲 可是這一種的 插入式的麥花層 它前面的話就沒有兩顆螺絲 是跟歐系車的坐法比較接近一點點 那它的上座的話 是有三顆螺絲還有一個固定孔位 所以前面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的工作環境會比較嚴苛一點點 因為它不只是負責上下晃動的意志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左撕點跟右撕點 它這個裡面 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軸層 來承擔這樣的工作 來 這樣轉的動 這裡面的話有一個軸層 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就是靠這個軸層 來做轉向的動作 後方的懸吊系統 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但不是拖一臂 它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這是後方的避震器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還有橡皮 這個橡皮的話 這個是這個方向的 不是這個方向 上方的話這個橡皮 改裝KT的避震器之後 就不需要使用 下方的橡皮需要沿用 下方橡皮要沿用 後方的話 我們是配置200長6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後方的 後方的桶身其實還蠻長的 所以它是跑一個長行程的設計 它的阻尼值 就是比較舒適一點點 所以這台車 如果跟一般的 相同級距的歐系車來比較的話 跟RAV4的五代一樣 後座的乘客會比較容易暈車 因為它後座的一個阻尼的設計 是比較偏向舒適的一個設計 所以後方的乘客 如果比較會晃來晃去的話 那就比較容易會暈車 所以在改裝之後 第一個有兩個改法 車高降低之後 修理車它的重心降低 所以在過彎時候的側傾 就會變得比較好 因為重心降低了 第二個改法是 阻尼加強之後 它的操控性就會變得更穩 彈簧攻擊數也大幅拉高了之後 過彎的側傾幅度 也能夠做得改善 所以這個是改裝變化器之後 會比較 操控上比較流利的原因 這裡的話有一個形式比較特殊 一般車有可能比較少看到的 這是後方的仰角 那一般有的歐系車 會在這個仰角的另外一邊 做一個偏心可調的螺絲 來微調後輪Camper的角度 但CRV的五代 這個車款的話 它並沒有做這樣的設計 它只能藉由後方 一個竖角的偏心螺絲 來改變後方的竖角 但在改變後方竖角的同時 仰角的角度也會微幅改變 但是這個的話 它不能調整 所以等一下鏡頭帶到 我們今天安裝的是Summit的 Summit的仰角調整器 待會再來跟大家一一來介紹 好 那前面已經裝好了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你來幫我掌鏡好不好 掌鏡 可以喔 好 來 現在是錄影的 我把鏡頭拿下來 來 稍等一下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那我們把鏡頭移過來 手套 幫我拉手套一下 好 謝謝 丟著丟著就好 好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喔 前面的話 是一個麥花繩的懸吊系統 來 拿鏡頭 盡量不要晃喔 好 來 我們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它這個麥花繩會逆光喔 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會太暗嗎 左邊看得到 我來補個光喔 可以 需要嗎 可以喔 好 這個是7公斤的彈簧 那這台車 CRV 再怎麼說 它都是一台休旅車 所以改裝避震器的舒適度 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前面的彈簧 配置的並不是直捲彈簧 配置了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燈籠狀的彈簧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在遇到坑洞回彈的時候 它所坑洞的晃動感 會藉由這樣的彈簧形式 往兩旁來釋放 如果是直捲彈簧 它可能作動形式比較直接 直上直下 比較利於操控 但這樣的燈籠狀彈簧 在遇到坑洞的時候處理 它會比較順暢一點點 比較緩和一點點 所以它的舒適度 會來的比較好一些 前面的麥花城懸吊系統 它有一些離載串的固定點 還有這個四代五代的CRV 真的很特別 像這個是ABS感應線 那這裡有油管固定架的扣具 這些都是跟原廠是做一樣的位置 前面車高的調整很單純 因為前面是麥花城 我們只要把筒身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這個形式並不是靠B彈簧去改變車高 如果是靠B彈簧 車高變高的話 那車高高的時候就會變硬 那車高低的時候就會變軟 那樣的形式是比較低階的做法 這個做法它是靠筒身可調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比較大 而且不會因為調高或調低 就造成乘坐感的不適 好 那你鏡頭帶到這邊 我們來拍一下上面好了 來 前面的話 你把手拉高看能不能拍到 這個是1.5升地球夢的引擎 鼠泥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 它上座的話有三顆螺絲 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鼠泥 鼠泥調整的秘訣 左邊跟右邊 腰一致就好 來看著我的手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好 我們來介紹後面的 後面 後面裝到一半 後面的話可以看到這個橘色的機構 這個機構就是經理剛剛介紹的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這裡可以看得到結構比較複雜 這個結構就是來調整它長短度的 長短就是能改變後輪camper的角度 這個是CRV5代的後方的彈簧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是放在上方的 這個是236公斤 那這個上座 這裡有一個原廠的上座 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可以從這個旋鈕來調整 後方的軟硬度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至於後方的安裝的重點 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它後方的彈簧是20公分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筒針縮得太短的話 它後方彈簧就壓縮住了 壓縮住的話就一定不好做 所以後方的彈簧 壓預載是這台車整體安裝的靈魂重點 所以後方的筒針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後方的彈簧壓縮住了就一定不好做 而且會衍生到其他的問題 所以這台車所有安裝的重點就只有這個筒針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它縮得太短它彈簧就一定不好做 那至於KT的用料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阻尼油 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 是使用義大利一整桶進口IP的油品 那在油風的部分 對了 這個是日系車的CRV 有很多的車友推崇的是日本TEAM的品牌 TEAM這個品牌是日本改裝避震器的龍頭 它的品質它的承受感它的整體品質都相當不錯 它所使用的油風 攸關到避震器壽命的油風 TEA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NOK的油風 所以如果車友們對這些零件比較不了解的話 其實可以大概Google一下 這個都是相當棒的一個零件 所以KT整體的用料相當的不錯 自然反映在一個產品的品質上面 所以如果車友們對KT的產品不夠了解的話 歡迎大家詢問我們小編 或者是說我們KT從北、中、南 分別都有經銷商來提供不同的試乘車 給車友們來試乘來體驗 試乘之後覺得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有需要試乘 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KT Racing的小編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你鏡頭先不要按掉 來我繼續錄好了 好你繼續施工你的 這個是原廠的塞下來的零件 那這裡的話會有一個KT產品的保固卡 保固卡的話 在上方的話都會有一排的序號 這一排的序號就代表是KT產品的一個避震器的身份證 可以從這個序號上面了解到出貨的時間產品的設定 所以這個保固卡千萬記得要收好 那有很多的車友會詢問KT的一個產品的保固 KT的話是有一年的保固 那在KT的話還有一個優勢就是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如果任何一個像這個防塵套也是消耗品 防塵套 螺絲任何一個零件損壞的話 都是可以單獨來汰換的 甚至是筒身 避震器筒身裡面的阻尼油 如果有劣化的時候 也是可以來做翻修的 這個是KT本身製造廠才有具備的優勢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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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